莫言曾说 不尊重你的人 百分之百都是瞧不起你的人 并不是他是个直性子 而是从心底深处不在乎你 当一个人不尊重你的时候 收起你的大方 不要去沟通 不要去交流 也不要去愤怒和难过 你只需无视远离 默默努力 原以为不尊重人的人是不懂礼貌 原来还另有他意 这大概就是人与人之间比较复杂的地方吧 表面上看 是心急口快 刀子嘴豆腐心 实际上就是不尊重 不要用口直心快来演示 见识面多的人 一下子就分辨出来 到底是真的无心还是有意的 不要打着朋友或者爱的名义 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当你做的时候 根本就没把人家当朋友了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好赖都在行动细节里 看得起你的人 肯定好好待你 只有心里轻视你的人 行动上表现出来的不屑 在任何关系里 被理解反而是一种难得的状态 与其被他人情绪左右 倒不如安静做自己 这就是低质量或者无效的社交 还是简单的圈子让人舒适 圈子虽小 简单干净就好 不要试图跟没思想的人谈理想 不要和没有教养的人谈道德 也不要与不懂自己的人谈感情 更不要和看不上自己的人交朋友 一旦跟这些人扯上关系 要么扯得人家痛苦 要么扯得自己难受 何必呢 不在意的人和事很多 不必每个人都关注 没有人能面面俱到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照顾好自己 关心身边自己在乎的人和在乎自己的人 至于其他人的不在乎 那就让他不在乎 随他去吧 人生有遗憾也是一种美好 这种美好反而让整个生命多了一份精彩 人生有糟糕和煎熬 是一种经历 也是人生宝贵的阅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不要跟人比生活 需求不同 过程自然也不一样 只要自己舒心 累了可以停下来歇一歇 休息好的继续追梦 日子图的就是踏实和心安 生活各自不易 他人尊重不尊重没关系 重要的是自己得尊重自己 活好自己 我们可以收起自己的大方 在他人的世界里做个隐形人 在自己的世界里 好好享受自己的精彩 所有的努力付出 都不要自我怀疑 有能力就去帮助需要的人 没条件就过好自己 大步往前走就好 到了一定年纪 真正吸引人的是骨子里的气质和修养 以及岁月沉淀后的灵魂 愿你我尊重和欣赏他人的顺境 也理解和帮助他人的逆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